刚见了身啊 不敢练得浑身酸疼 蒸点好吃的 叮叮叮叮叮 一小事 烤猪排 吃这小腿对 稍等我一下 我去把它蒸了 顺带嚼把今儿的主食也做了吧 白鲜 碎环 拌面 哎呦 这小面条子煮好了 热气腾腾的 加入蟹醋和蟹油 润润的面条子 哇 这蟹油好香啊 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 冰上蟹环 瀑布 哇 哈哈 哦 酒油虾串 我去拿个冰冰鲜料去 倒一杯倒一杯 冰真小饮料 不敢 准备干吃啊 一定要吹热吃这个蟹黄拌面 哎呦我的帮帮爷爷 每根面条上面 都裹满了蟹黄啊 蟹黄的味道好浓郁 充满了我的口腔 不光蟹黄浓郁 这足足一百克的大分量蟹黄酱包 比面还多 就是这个字 白香的蟹黄拌面 那简直是蟹黄心里的复音呐 吃起来 特别筋道爽滑 还配上我之前架的蟹黄蟹醋 和胸味一笑就起来了 足不出户 就让我水灵灵的享受上 鲜美的酥式蟹黄拌面 这太满足了吧 九龙虾串 最后一口蟹黄面 这一口蟹黄拌面 一口蟹黄拌面 一口蟹黄拌面 一口蟹黄蟹剩 这个滹壳 你们给我什么都不换 还剩最后一口蟹黄面了 我觉得鲜黄面太好吃了 鲜黄面煮少了 来个烤猪排吧 稍微给它剪一下 表肉给小猪里了 咱吃大 这肉巨嫩 而且还特别入味 我把它前面脆骨部分给去掉 你说说这怎么那么好吃 知道为什么要把脆骨去掉了吧 去脆骨这个肉得不下来 再卷一看 我发现这个蟹黄面卷什么都好吃 这猪里排直接脱骨了 吃了有点没的 大家不要在意 看一看它小脆骨啊 猪排上面刷着净汁 酸甜口的 微微带点烧烤的香味 刮里刮盘底的蟹黄 蟹黄蟹头肉 太嫩太香 蟹黄的味道太浓郁了 这三个都舍不得给小猪里了 裹满这个蟹黄酱 这一口直接被蟹头肉跟蟹黄填满了 这就是 敬虎 这就是敬虎 行了就是这样了 这黑椒牛尾小猪里带了 我去刷牌你了 拜拜 我什么也没吃